孟茴城啊 欢迎来到擂台 我是蓝火 咱们继续来看175的一个单挑剑会 是吧 观战方是花果山 也是魏洪峰的一个花果山 是吧 对战方是一个西山老街的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神牧林 啊 观战方的一个花果山 也可以说是这种四两坨千斤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代表人物 是吧 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硬件 肯定是要比观战方强很多的 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完全是这种动物园 是吧 什么宝宝都有 像这种 对面都是带的这种谋化童子 是吧 然后这种黑色的童子 观战方带的还是这种泪妖 还有这种上个版本 淘汰下来的一个狂暴 这种宝宝也不是说不好 只能就是说 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也可以说就是 把钱 花很少的钱 来办更多的事是吧 这些观战方把对面的一个护牌宝宝给打飞 这样的话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 是没有办法控制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哈 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可以尽情的一个输出 只要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咱稳得住 就没有问题 对战方也是 看到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都是带这种高级法防的 是吧 法术防御的 所以呢 就是说 直接选择 情依三级点神 点人的话 感觉没多大用哈 因为观战方的一个宝宝确实太稳了呀 这样的话 已经陷入了观战方的一个节奏 观战方很完美的可以 把这个优势打回来 然后对战方呢 也是拉出了一个黑色的一个童子 这样的话 对战方的一个节奏也是非常好 对面也是开始秒过来 可以看到 秒的一个输出并不是很高 哎呦 观战方的一个下排的这个泪妖 是一个壁垒的一个泪妖 是吧 还在高感知 综合能力也是比较强 是吧 有血有输出 继续把法皇起来 只要观战方的一个法皇在 就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观战方的一个黄火山 它的一个输出还是不错的 毕竟黄火山这个门牌 它并不是很吃一个装备 现在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又飞掉 感觉对战方拿观战方没有很好的一个办法 是吧 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始终飞不掉 现在这个这好几回合都是在观战方的一个节奏里 这样的话对战方很难打 对战方再飞一只宝宝 好在对面的一个后台宝宝是带着高鬼魂的 有卷过来一千写 对面的一个号的一个硬件是没毛病的 不要感觉它的一个输出很低 就是吧 感觉它不中用 观战方也是稳扎稳打 把对面的一个宝宝 一圈的一个宝宝都给惊掉 好 换了一个宝宝 换的应该是一个杀人的一个豹子 因为 感觉实际差不多了 可以给对面来一个斩首行动了 换了方的一个身上 也是有两层的一个旗子 看一把杀为铁棒的一个威力 我的天直接一万血 对面来了一波大秒 看一看数据 秒宝宝4000血伤害是没有问题啊 感觉对面的一个节度非常不好 好在对面的一个宝宝是起来了 而且在感知的可以直接控制住 这一个杀人的一个豹子 这样极大的环节的对面的一个压力 一把破血 这把破血是百分百没的 感觉观察房的一个宝宝 其实是可以再提升一下的 起来继续瞄 哎呦 没有办法清掉观察房的一个宝宝 好不容易出发了法莲 把这个高 法术防御的一个豹子给清掉了 从比赛开始 一直站到了一个比赛的一个结尾 这个豹子 好 有 国陕大 Yong 樱大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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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